這是九月十九號國際大學生城市設計競賽官網刊發了任正非跟現場學生的師生對話 所以這個先生很好玩啦 學生問他 聽說你本身是果粉喔 你做華為手機 你是果粉嗎 真的嗎 你看他怎麼說 他說他女兒以前在美國念書 不用蘋果上課很不方便 確實是如此嘛 系統不一樣 所以他說我們不要排外 我們也常常探究蘋果的產品為什麼做得好 也可以看到我們跟蘋果之間的差距啊 所以有一個老師是很幸福的 這話講得夠大氣吧 可以有學習做比較的機會 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看 那你說我是果粉呢 也不為過喔 所以今天各大媒體都說嘛 任正非認了 承認了他是蘋果粉 他是果粉 對不對 但是你看他的前言後語 你就知道 我覺得這話講得挺有自信的 然後他講到這個 大家就問他關於美國制裁的問題嘛 是壓力也是動力 經過這四年的攻堅 我們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平臺 將來跟美國的平臺 不一定在同一個基礎上運行 但互聯 互通是一定的 所以不管在哪個平臺上 不管在哪個國家 只要那個萬物互聯 其實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差距 然後他的這個演講稿也很長 裡面也多次提到了算力 委員怎麼看 孟晚舟在這篇文章裡面是 直接提了一個我們互聯網技術上的概念 他說華為剛開始的是叫做All IP Network All IP就是所有很多IP位置 我們答得很清楚 然後有Core那個核心的網路 然後互相連在一起 也就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機型各自聯繫 而是每一個機型連到一個核心網路 由核心網路都連在一起 這是第一代叫All IP Network 那我們大家比較了解 因為我們都經過第一代的All IP Network 我這樣講 大家聽懂了 第二個孟晚舟說華為在All IP Network發展到All Cloud 就是我們大家都上網往去吧 直接跟雲端連在一起 雲端的很龐大的軟體 不一定要又在那個Network裡面運作 所以說華為已經進展到的All Cloud Network 那因為我們知道華為有個很龐大的雲端的運算系統 那早期他做手機之前就有了 後來手機之後呢 他更產生了一個很龐大的 叫做華為雲 還什麼樣的名字 很成功 那只後來被美國打壓了以後 好像遭到一點損失 那他說這還不夠 第三階段要到All Intelligence 就是全部的這個要什麼 要智慧化 可是智慧化就要很強的計算能力 不只是大數據啊 你對數據累積在那邊沒有用 還要大算力 能夠把數據做充分的運算 那前段時間我看了一個影片 朋友 科技界朋友傳給我 他說他懷疑這影片可能是華為在測試用的 他就描寫一個很端莊漂亮的女士 像比這個秀方差一點點的 就自己開了一個車子 然後在一個店門口就下車了 那下車了以後 他跟他的手機講 他講什麼 就講一講 他的車子就自己找去停車場幫他找位子 換句話說沒有司機 然後這個車子在停車場裡面 自己找停車場 找到了以後 還自己要想辦法付款 那等到他出來了以後 包了大包小包 然後他拿起手機講一講 車子就自己跑來啦 好酷喔 而且還告訴他說 我是在哪個門口 不是原來的門口 車子跑來啦 而且看他大包小包 自己開門 我想這裡面怎麼叫大 為什麼叫大算力的解釋給他聽 表示這一部車子 聽那個智慧手機的話 所以你跟智慧手機用口頭下命令 車子就聽懂了 第一個 智慧型的 第二個 車子聽懂的 他要去大數據裡面找 附近的哪裡有停車場 這可沒那麼容易啦 他要找一個適合的停車場 第二個 他要繳費 不是人繳費 車子自己要繳費 所以這要有另外一個智慧系統在那邊運作 然後等到你告訴他說 可以來接我了 跑到不同的路口去找的停車給你 有大數據 有大算力 強大的運算 而且這個通訊之間不可以有太多的延遲 不可以有 那這只是一個象徵性的 可以把汽車變成像 比家裡養的寵物狗都還要聰明很多 寵物狗還不一定會找到停車場 他能夠找到停車場 這樣司機是不是就要失業了 我看到影片是在做測試的影片 我說老天爺這樣醒了以後 以後他們軍方要找武器的話 根本不用找人嘛 武器也沒丟 你跑到那個戰場上 你幫我打誰 開局炮 開局炮 對啊 所以這裡面的運算真的是大算力 用孟晚舟講法就是大算力 那以後房子也智慧化了以後 你還不用回到家 今天幫我煮三碗米 這個都要弄好了 那這個不來 最近很多電鍋都有這種能力 十一住行 大到交通什麼國防 全部都是用這個算力 以後林志堅寫論文更簡單了 你幫我論文寫好了 所以他講的是這種概念 All IP All Cloud 一直到All Intelligence 他就幾乎就用把這個科技發展的road map 我們叫做technology roadmap 科技路線圖 用很簡單的語言解釋給他聽 說華為要攻堅第三個階段 All Intelligence 那他有這個信心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軟硬體要配合 坦白講那是一個很高科技的事情 那任正非講得更經典 他講的叫以敵為師 我們中國人不神前講嗎 以敵為師 敵人要打他當老師一樣學習 他競爭對手就是蘋果的所有的產品 所以他每一樣產品都針對蘋果來 早就有一個說法說 在華為的這個系統裡面 有一個蘋果研究所 就蘋果所有的手機啊 所有的產品都研究得非常非常的徹底 看他哪些強項是華為要學習的 哪一些專利華為不能去抵觸 而且不但繞開還要發展出 比較更進步的技術 這個Sparklink星閃 現在改名叫Nearlink 就是這樣產生的 對 而且那個基本上 他不是因為有預料到美國要打壓 他就發展在那邊等著 而是他本身需要用更快的速度 更精準的定位 因為互相溝通的定位 這是要很精準 為什麼 他本來是要做智慧汽車用的 因為我們通常手機跟手機連線 手機跟電腦連線不太會動嘛 所以定位不用那麼精準嘛 可是車子在跑的時候 你說一直在晃動當中 那個定位就要很精準 所以汽車怎麼指揮這個馬達 馬達怎麼指揮這個電池 這一套系統就要用更強的通訊 而且智慧型的要看地圖 好不好 導航也就算了 還要看什麼 還要找停車場 還要閃避各種可能來的碰撞 所以這一大堆保護開車人 或者讓開車人 用得很比較 用家人的智慧型的設備 要有非常好的通訊系統 光靠南亞不太行 因為南亞是1980年代 Near那個誰 那Eriksson發展出來的 南亞為什麼叫Blocktooth 那是一個挪威國網的名字 就叫Blocktooth 所以用國網的名字來取名 可是你知道你在用南亞 你不覺得有時候通訊起來 接不太起來嗎 接不上去 對 就是他的定位 我也找不到誰的藍牙 找不到 可是現在所有的實驗 是撤出來的 星閃比找對方的定位 比WiFi還要搶 這個華為當初就是被 這個藍牙聯盟抵制嘛 對不對 不是 他本來也是藍牙聯盟的 然後其實也不是 因為藍牙聯盟是由Eriksson 沒有理由抵制他 因為這對Eriksson好的 有錢收為什麼不收呢 主要是美國政府給他壓力 叫他把他剔除 所以他就不能用藍牙 他本來叫綠牙 他講綠牙有點怪 人家是國網的名字 你去呼應他幹什麼 所以他就用自己 在發展車子裡面所產生的 原來名字叫Sparklink 是Spark的閃亮的意思嘛 中文叫星閃 對 可是他上市的時候 他改名叫Neolink 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請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